第1963集 突然 独角汉拔张开喉咙 发出了一阵无比尖锐 穿云烈石的声音 一层恐怖的黑色阴浪 瞬间爆杀而出 牧师周围的静置 刹那间被黑色阴浪摧毁 整座牧师轰隆隆作响 似乎随时都会坍塌 而周围的空间 更是不断地崩溃撕裂 巨象降临 镇压天地 巨象镇天进 破 独角汉拔眼眸通红 狂暴的阴浪 一浪接着一浪的呼啸而出 虚空之中 响起了巨象的咆哮 一头无比威鹅 无比辉红的鸿蒙巨象身影 出现在独角汉拔的头顶上 呈现出镇压天地的神威 刹那间 叶尘耳膜震疼 心肺欲裂 在这阴浪的震慑下 他脑海里出现了刀剑乱舞 天魔纷飞 修罗咆哮 火海炼狱等等幻象 浑身经脉有如磨气撕裂 非常痛苦 33天鸿蒙古法 居然是33天鸿蒙古法 叶尘深深震惊了 独角汉拔头顶的巨象幻影 带有滔天的鸿蒙气息 叶尘感到非常熟悉 因为他施展天龙八神音的时候 身上也有这种气息 显然 独角汉拔施展的巨象震天禁 是传说中的33天鸿蒙古法 小子 都叫你小心点了 苍古一神惊骇起来 这独角汉拔 毕竟是上古大凶 是上古十大天魔之一 统领百万天魔大军的存在 就算他遭到了镇压 遭到了无尽岁月的创伤 他也是上古大凶 绝对不容小觑 该死 叶尘咬了咬牙 确实没有想到 这独角汉拔居然会鸿蒙古法 如果说他的天龙八神音 是天佛圣畅 那这巨象震天禁 就是地狱魔音 两者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存在 居然能把本座逼到如此地步 你也足可以自傲 独角汉拔停止了声音 但巨象震天禁的回音 还在不断震荡 没有止息的迹象 一抹淡淡的悲凉 从独角汉把眼眸中散发出来 在上古时代 他何等凶悍 实力足以媲美神帝 要诛杀一个还未跨入混沌境的小子 一个眼神就可以了 但现在金飞昔比 他要动用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才能够撼动叶真 大人 时代不同了 一道若有若无的声音 传达到了独角汉拔耳中 莫雪明 是你 一听到这声音 独角汉拔顿时惊愕 莫雪明 是上古叶家的叛徒 当年 正是靠着莫雪明 与外天魔才能够 突破空间戒壁的限制 杀入神国 独角汉拔却是没想到 自己刚刚苏醒 就听到了莫雪明的声音 幕府外面 瀑布前 一个红袍男子 副手而立 凝望着瀑布 正是莫雪明 他靠着轮回兴师的 暗计坐标 知道了夜晨 人在崇光藏地 所以撕裂虚空而来 不过 崇光藏地 非常之隐秘 就算他知道了坐标 也花费了不少苦功 到现在才感到 当今之事 不是你们天魔的时代了 大人 如果你不想死 快点离去吧 莫雪明 能用神力扫视 感应到了 幕府里发生的种种 他的声音 隔空传送过去 但他的人 却站在瀑布外 没有踏进去 似乎在顾忌什么 不用你废话 本座今日苏醒 他日必可重返巅峰 再领百万魔军 碾压神国 创立万古霸业 你 一介叛徒 尔臣贼子 死不足惜 独角汉拔的声音 依然带着天大的傲气 莫雪明笑而不语 眼眸带着一丝悲悯 仿佛在看着一个 顽固不化的老古董 独角汉拔收敛心神 眼眸冒出胸光 狠狠地抓向 叶臣的心脏 他感受到 叶臣的血脉非常纯净 气息非常雄厚 如果能够吞噬叶臣 作化养料 他的实力肯定能够快速恢复 而此时的叶臣 遭到巨像震天禁的碾压 蹊跷都流淌出了鲜血 经脉寸寸浮上 灵魂摇动 危在旦夕 血破风神珠 危急关头 叶臣一声爆喝 祭出了血破风神珠 这颗珠子 蕴含着强大的生命法则 是叶家的古堡 血破风神珠一出 顿时浩荡的血光 就滚滚涌了出来 顿入叶臣体内 煞时间 叶臣的伤口迅速愈合了 就连被撼动的精神石海 也很快恢复了安宁 这血破风神珠 不只是治疗伤口这么简单 还有安神定心的效果 非常之奇妙 这一下寄出来 叶臣顿时感到浑身舒泰 体质精神都恢复过来 叶臣睁开眼睛 就看到独角汉拔的利爪击来 当即挥剑刺出 居然贯穿了独角汉拔的手掌 无尽岁月沧桑 这魔头的肉身筋骨 也变得脆弱了许多 叶臣一剑 就刺破了他的巨掌 不费吹灰之力 与外天魔 也只能在上谷肆虐了 当今之事 已经轮不到你们嚣张了 叶臣收回剑身 一声冷笑 内心一片坚定 现在的神国 已经轮不到天魔嚣张了 时代已经变了 独角汉拔骇然退后三步 内心涌起阵阵失落 连一个如此境界的小子 都能够轻松地重创他 时代真的变了 巨象降临 镇压 独角汉拔弃沉丹田 想要吐气开生 施展巨象镇天剑 现在他唯一的依仗 就是这鸿蒙古法了 他要以鸿蒙天威 碾杀叶臣 找回自己的尊严 灵霄武艺 徒神破天 雷煌靶星剑 叶臣吃过一次亏 知道巨象镇天剑的厉害 就不会再蠢到 给他第二次施展的机会 挺剑挥出 叶臣直斩独角汉拔 如果再吃一套巨象镇天剑 他肯定受不了 经脉精神刚刚恢复 如果再遭到伤害 血魄封神珠都不管用 独角汉拔眼眸一缩 慌忙后退 该死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历 独角汉拔咬了咬牙 满怀悲凉 屈身想钻入地底逃顿躲避 他以为无尽岁月过去 外界到处都是叶臣这样的高手 内心深深的恐慌了 但他却不知道 叶臣这种妖孽 不能以常理揣夺 如果是普通混沌镜的修炼者 在他面前依然是蝼蚁般的存在 毕竟天神强者神为滔天 也只有叶臣这种怪物 才有这么恐怖的实力 能够剑斩天神 想跑 叶臣目光一寒 七重血光越发浓郁 毁灭神道的力量加持 贯注在剑身之上 他的剑瞬间突破了虚空 斩在了独角汉拔的脖子上 在叶臣的剑风下 独角汉拔的身躯 脆得跟纸片一样 一剑斩下去 他的脑袋就掉落在了地上 脖子断口喷起滔天的鲜血 而他的脸庞 却定格着惊恶 失落 愤恨 怨念无奈的神色 绝望地死去 如果是堂堂战死 独角汉拔可能不会有什么怨念 但现在时代变化 他实力大大削弱 被一个还未踏入混沌镜的小子 随手一箭杀死 这是天大的屈辱 如果传到狱外 足以让所有天魔跪地豪苦惨忽 叶臣祭出一缕火焰 将独角汉拔的身躯 彻底焚烧成灰烬 一缕炽烈的血浆 漂浮在了半空 这是独角汉拔全身精气所在 蕴含着强烈的魔气与精华 虽然遭到无尽岁月的碾压 但独角汉拔毕竟是上古大凶 他残留的精血 拥有无比雄浑的气息 是大补之物 此物倒是不错 但是不适合我 也不知道小黄在妖族如何了 叶臣输出一口浊气 收回煞剑 望着牧师前方的道路 缓缓前行 这一次 再也没有任何东西阻拦他了 而叶臣踏步的时候 脚下却绽放出了朵朵金帘 一缕缕浩瀚的锐彩 不断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这是 大功德 大功德 大气韵 叶臣目光一缩 顿时露出今天的喜色 功德气韵 决定着一个人的遭遇 如果气韵深厚 很容易就能碰到奇韵 俗世王朝风扇几天 也是祈求上天庇护 获取气韵 功德气韵之说 虚无缥缈 谁也看不清 不像修炼境界这样有迹可循 但如果身上有大功德 大气韵 会显化出种种异象 天花乱坠 地永金帘等等 而现在 叶臣步步生连 身上的锐气天条 这是大功德 大气韵的气象 想来 是我斩杀独角汉拔 凭空获取到了天大的气韵 叶臣满脸喜色 气韵飙升 他以后将会有无穷无尽的奇遇 你这小子 运气也太好了吧 一道熟悉的苍老声音传来 叶少秋的身影从黑暗里走出 前辈 你 你怎么来了 叶臣咳嗽一声 看叶少秋的气息 显然已经恢复了许多实力 我过来给你收尸 叶少秋哼了一声 他担心叶臣的安危 特地赶来冲光幕府 但没想到 叶臣远超他的预料 居然突破了幕府的禁制 还孤身一人 斩杀了独角汉拔 凭空获得大气韵的奖赏 这幕府的禁制 你是怎么突破的 叶少秋有点好奇 周围幕府的禁制 居然全部平息了 没有发作的迹象 要知道 这些禁制非常恐怖 就算是昔日的他 都要被重伤 叶臣摸了摸鼻子 只是笑笑不说话 他和重光大帝的联络 自然不可能告诉叶少秋 感谢观看